我们经常有客户问 橱柜台面是用人造大理石好还是天然石好 两种材料比较起来 很难说是哪一种更好 给大家一个市场数据 近年我们的客户里几乎少有用天然花钢盐的了 我们有一个建议 如果不是对天然石材有特别的喜好 就选石英石 天然的是不是会有辐射呢 对身体不好 有关辐射的说法 没有确确的官方数据支持 仅传言而已 辐射量微乎其微的 人们转向石英石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天然石材表面有微孔 厨房里的油酱等容易渗入 最后会留下明显的乌痕 石英石就没有这个问题 二石英石花色越来越多且更好看 那石木的台面呢有什么利弊 石木台面是比较有装饰性的 很多人喜欢有老外用石木台面 直接当菜板近几年 石英石高仿天然石纹设计非常漂亮 能介绍一下柜子的材料选择吗 市场的橱柜从结构上说分两大部分 柜体和门面各有不同的选材和组合 质量和价位比较低是碎木压缩板柜体配同样材料的门面 本地有些工厂的产品大都是这样类的材料 一家橱柜大部分也是也有叫颗粒板英文melamine 使用塑料贴膜的通常内里使用ndf 我家有时候也在台面上多机 普通石英石台面没有问题 板材质量不同是橱柜价格高低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住house的朋友强烈不建议使用melamine柜体 如果是住house我建议使用石木柜门 用plywood柜体且注意材料和油漆的环保状况